不粘 老婆帮我玩玩秀 你熟悉的吗 做个饭也要虐狗 我这有点真正号的意思 一看在家里 俩人应该经常一起下厨吧 错了 错了 真的他煮东西给我吃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不进厨房 对 我就怕我在旁边 我一看到他的过程 我就不敢吃 他以前不会煮东西的 他是认识我以后 才会开始煮东西 因为你爱吃 所以他就煮给你吃 那我爱吃 我又不会煮 他在这方面有天分 他很多时候都是打电话 问他妈妈 这个怎么煮啊 然后就能煮出一个 很好吃的一道菜出来 不是天分 是因为爱你 是吗 有听到吗 就是 对 你也不敢说不是吧 确实不敢 一句话都往那个心坎里头钻 一一 你个单身狗 被这么的恩爱 你对夫妻虐得你好像很开心嘛 你习惯了嘛 看到他们这样幸福 你会特别憧憬爱情 你不会感觉到一丝的绝望吗 不 看到他们的爱情故事 就觉得一定要等到 像丹风哥这样的 等到适合的人 对 一定要等到适合的人 所以我们已经在吃着 可以吗 不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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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arios 有 Alexa Terk 在这边就是形同虚设 他们就是一个完全 夫妻之间的一个爱的对话 你们当初刚认识的那会儿 让你最心动的那个点是什么 我们是慢慢相处以后 发掘了对方的优点 才慢慢喜欢上对方 觉得这个人很适合自己 他其实不太爱讲话的 他就特别很安静的 然后很专心的聆听你讲话 不管你讲多久 他都是会眼睛看见你很专心的 因为没听懂 跳一下 他这个是最适应我的地方 那丹风哥呢 首先他的样子绝对是我喜欢的 女神长头发打眼睛 那个时候我是新人 跟女神一起拍戏肯定会紧张 可能会觉得 没拍之前知道他来会不会觉得 会有那种隔阂感或者什么的 没有 他是一个特别的亲切 爱情就像做菜一样 需要这个讲究火 对 你看这个面就在细火慢炖中好了 上菜 上菜 来了 首先呢 我想采访一下你们三位 你们被虐得怎么样 已经不想干了 人家一边坐着 一边眼神各种秋波 各种爱意 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爱的肉酱面吗 可以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谢谢 谢谢 你们都来尝一下 抱抱哥 小宝 好吃是好吃 但咱们这毕竟是个节目 吃上也是要注意的好吗 先别跟我说话 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丹风啊 喂这个洪欣去吃一口 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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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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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虐下去我们该阵亡了 阵亡了 好吧 那我们出一个搜主意 我们选择一位粉丝好吗 我们让丹风喂给粉丝 然后让丹风都喂他吃 然后让欣姐看着 行吗 哇 没没没 谁这么勇敢 你不用来 这已经内讧了 你看看 已经内讧了 这种是最大的一种危险 来吧 好 特别好吃 特别对于丹云姐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丹风哥 给云姐的爱在里面 满满的都是醋味 满满的都是醋味 那送他一个礼物吧 把我们的这个苏格拉宁送给他 收到之后 你就会找到男朋友 哇 OK 折腾了